当初啊 他一来到北京 就在使馆 就是丁约翰嘴里说的那个英国福 做事了 因为他喜爱北平 所以呢 他想娶一个北平的姑娘做太太 那时候 他知道的北平的事情还不多 所以急于知道一切 而想啊 假如跟中国人连了英 他就能一下明白了多少多少事情啊 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他 你是外交官 你得留点身 他不肯接受这个警告 而真的找了一位他所喜爱的北平小姐 他知道 假如他真娶了她 他必须辞职 把官职辞掉 那等于毁坏了自己的前途啊 可是他不管明天 而决定去完成他的东方好梦 不行 那位小姐得了个报病 死了 他非常的伤心 虽然这可以保留住他的职位 可是他到底是辞了职 他以为只有这样 才能对得住死者 虽然没结婚 他还是辞职了 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常常的嘟囔 东方是东方 西方是西方 又加上 我想做东方人 都不成功 辞职以后呢 他就在中国学校里教教书 或者在外国商店里 临时忙忙忙 有本事 而且生活又非常的简单 所以收入虽不多 而已经够他自己花的了 他租起来 东南城角的一个老宅院的 一所小花园和三间房 他把三间房里的墙壁啊 挂满了中国画 还有中国字 再有就是五光十色的 中国的小玩意儿 还求一位中国学者 给他写了一块匾 小琉璃场 院里呢 他还养了几盆金鱼 几龙小鸟 不少的花草 一进门啊 他也盖了一间门房 找了一个曾经 伺候过光细皇帝的太监 给他看门 每逢过节过年的时候啊 他必叫这个太监 戴上红莺帽子 给他做饺子吃 他过圣诞节 复活节 也过五月节和中秋节 啊 人人都像我这样 一年 岂不躲鸡丝享受吗 他对着 太监笑着说 他没有再谈恋爱 也不想结婚 朋友们 每逢对他提起婚姻的事情啊 他总是摇头说 啊 老和尚看家庄 下辈子见了 他学会了许多北平的笑非话 些后语 而时常用得很恰当 当英国大使馆 迁往南京的时候 他又回了使馆做事了 他要求 大使 把他留在北平 这时候 他依然是六十开外的人 他教过 而且喜欢瑞轩 原因是瑞轩的安详可文雅 据他看啊 是有点像三十年前的中国人 瑞轩曾经帮助他搜集 那或者永远不能完成的 杰作的材料 也帮助他翻译些 他所要引用的中国诗歌 与文章 瑞轩的英文好 中文也不错 和瑞轩在一块工作呀 他感到愉快 虽然俩人时常因意见不同 而激烈的彼此辩驳 可是啊 他既来自国会之母的英国 而瑞轩又轻易的不红脸 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因此受到损伤 在北平陷落的时候 傅善先生便派人给瑞轩送来信 信中啊 他把日本人的侵略 比至欧洲黑暗时代北方野蛮人的亲戚罗马 他说 他已有两三天没有正经吃饭了 信的末了啊 他告诉瑞轩 有什么困难 都请找我来 我一定尽我力之所能及的 帮助你 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年 我学会一点东方人 怎样交友与相助 瑞轩回答了一套极客气的心 可是没有找傅善先生 他怕傅善老人责难中国人 他想象得到 老人会一方面诅咒日本人的侵略 而一方面呢 也会责备中国人的无能保卫北平 今天他是非去不可了 他准知道老人会帮他的忙 可是呢 也知道老人必定会痛痛快快的发一顿牢骚 使他难堪 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碰一碰 无论怎么说呀 吃老人的闲话 是比身手接日本人的钱 那要好受得多的 果然不出所料 傅善先生劈头 就责备了中国人一刻钟 不错 他没有骂瑞轩个人 可是瑞轩不能因为自己没挨骂 而不给中国人辩护 同时他是来求老人帮忙的 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反驳老人 傅善先生的个子不很高 长脸 尖鼻子 灰蓝色的眼珠子 深深的藏在眼窝里 他的腰背还都很直 可是头上稀疏的头发 已经差不多都白了 他的脖子很长 而且有点毛病 每逢这话说多了 就好像堵住了气儿似的 伸身脖子 很像攻击要打鸣似的 瑞轩看出来了 老人的确是为北平动了心 他的白发比去年又增加了许多根 而且说话的时候不住的伸脖子 虽然如此啊 他可是不便在意见上故意的退让 他不能为了挣钱吃饭 而先接受了老人的赤字 他必须告诉明白了老人 中国没往 中国的战争还没结束 请老人不要太快的下断雨 辩论了有半个钟头 老人他想起来了 哦糟糕 只顾了说话了 忘了中国的规矩了 赶紧按铃叫人拿茶来 送茶来的是丁约翰 看瑞轩以平起平坐的方式 跟那个傅善老人谈话 约翰的精意是难以形容的 喝一口茶 老人自动的停了站 他没法驳导瑞轩 也不能随便的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只好等有机会另开一次舍战吧 他知道瑞轩必定有别的事情来找他 他不应当专说闲话 他笑了笑 用他的稍微有点结巴 而不算不流利的中国话说 怎么样 稍微有事吧 好 先说整警师 瑞轩说明了来意 老人伸了好几下脖子 他告诉瑞轩啊 啊啊啊 你上这里来吧 我找不到个好助手 你来 我们在一块工作 一定彼此都能满意啊 你看那些老派的中国人 英文不行啊 可是中文总考得住 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 英文不行呢 中文也不行啊 哈哈哈哈 你老为新中国人辩护 我说的这一点 连你也没有办法反对吧 瑞轩笑着说 当一个国家由旧变新的时候 自然不能一步就迈到天堂去啊 哦 你又来了 北平克已经丢了 你们海面 变什么 丢了再躲回来 算了算了 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 可是我佩服你的信念很坚定 好了 今天不再谈了 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开辩论会 下星期一 你来办公吧 把你的履历给我写下来 哦 中文的和英文的 瑞轩写完了 老人收在衣袋里 好不好去喝一杯啊 哦 今天是五月节啊 由东城往回走啊 瑞轩这一路上 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由挣钱养家上说 他应当至少 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 可是做洋事上说 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 也是多少有点别扭的 往最毫里说吧 他放弃了那群学生了 而去帮助外国人做事了 这也是一种逃避吧 他觉得自己在国家 最需要他的时候 做出了最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他低着头慢慢地走 没脸看街上的人 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的 虎虎嘟嘟的 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 自己不糊涂 可是他给国家做了什么呢 逃避着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 这个机会 的确解决了 眼圈的困难呢 一家大小 暂时可以不挨饿了 但没法把事情做得 那一点缺陷也没有 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 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完全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 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有完全被日本人捉住 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缝隙 这么一想呢 他又抬起头来了 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杰的点心去 讨他们一点欢喜 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做孝子 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啊 至少也比老巢梅不展的 招老人们揪心强啊 他在西单牌楼的一家啵啵铺 买了二十块五毒饼 这一家老铺子 门外还悬着满汉啵啵 进贡系点等等 金字红牌子 铺子里面极干净极雅致 只有几口大株红木箱 装着各色的点心 墙上没有别的东西 只有已经黄暗了的大幅的壁画 画的是三国红楼梦中的故事 瑞轩爱这种铺子 屋里充满了温柔的糖和蛋糕 还有微微的一点奶油的气味 使人闻着心里挺舒服挺安静 屋里的光线也是相当的暗的 可是刚一走进柜台啊 就有头永远剔的顶光 脸永远洗的极亮的电伙计 安静的含笑的迎上来 用极温和的低声说 你买什么 这里没有油饰的花花绿绿的玻璃柜 没有眼神刺目的罐头与纸盒子 没有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做生意的电伙计 没有五光十色的大简价与两周年纪念的纸条子 这里有的是字号 规矩 雅结 与货真价实 这是真正北平的铺垫 充分和北平的文化 相匹配 可是 这种铺子 依然慢慢的灭绝了 全城只剩了四五家了 而这四五家呢 也将要改成 道乡村 把点心火腿与茶叶放在一块出售 否则 自取灭亡 随着他的灭亡 是规矩 诚实 那群有真正手艺的匠人 最有礼貌的电伙 瑞轩问了好几种点心 电伙都抱歉地回答 没有 电伙的理由是 材料买不着 而且预备了 也没人买 饮食的点心只有五毒饼 因为它卖不出去 还可以揉碎了 做钢炉 那是一种 罪意消化的 给产妇吃的点心 瑞轩明智的五毒饼并不好吃 可只好买了二十块 他知道明年 也许连五毒饼这个名词 都要随着北平的灭亡 而消灭了 除了点门 他跟自己说 明年端阳 也许得吃日门点心了 连我不都做了阳事了吗 礼貌 规矩 诚实 文雅 都得灭亡 假如我们不敢拼命地 去保卫他们的话 快到家了 瑞轩忽然遇见了 鹏将刘师傅 刘师傅的脸 不然红起来了 瑞轩倒觉得 怪难为情的 说什么也不好 不说什么也不好 刘师傅本意低下头去 可是赶紧又抬起来了 决定把这话 给说明白了 他可是心中 藏不住话的人 你什么 接着 我到北海去了 可是没有给他们耍玩意儿 我本来连去都不想去 而会头把物理名字抱上去了 我要不去 那就得惹点是非啊 你说我怎么办 不是 我只好硬个毛 可我没耍玩意儿 我以为 他对心里头似乎很乱 不知道在说什么好了 他的确恨日本人 绝不敢去给日本人耍狮子 可是呢 他又没法违抗 溃头的命令 因为一违抗 他也许就会吃亏 他想叫瑞轩明白他的困难 而依旧尊敬他 他明知自己已经丢了脸了 而要求原谅他 他也知道 这次他到了场 而没有表演 大概下一次啊 就非下场不可了 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呢 他小的 记在矮颜下 怎敢不低头的道理啊 可是他嚎横一声 难道就真的把以前的光荣 一笔抹去 而甘心向敌人低头吗 不低头吧 日本人也许 会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只有一点武艺啊 而日本人有机关枪啊 瑞峰想象得到 刘师傅心中的难过与忧虑 可是找不到 什么合适的话来说 他曾经问过刘师傅 凭他的武艺 为什么不离开北平 刘师傅那时候既没能走开 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瑞峰想说 不走 就得把脸皮接下来 扔在粪坑里啊 可是 这又太不像安慰邻居 而且是位好邻居的话了 瑞轩呢 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了 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 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 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够帮助解决 光说空话有什么用呢 瑞轩的嘴唇动了几栋 而找不到话来了 他虽没被日本人捉去拷打 可是他已经感到自己的心上了形了 这会儿 长长顺由门里跑出来 他愣头愣脑的 不管好歹的 开口就是一句 那是啊 他说你也耍师傅了 刘师傅 没还出话里 憋得眼睛里冒了火 他不能计较一个孩子 若是又没法不动怒 瞪着长顺 像要一眼把他瞪死似的 长顺害了怕了 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了 没再说什么 慢慢的退回门里去了 真疼骂的 刘师傅无聊的骂了句 耳后补声 再见 柳头走了 瑞轩独自愣了一会儿 也慢慢的走进了家门 他不知道怎么判断 刘师傅与程长顺才好 论心地啊 他们都是有点血性的人 论处境呢 他们与他都差不多一样 他没法夸赞他们 也不好意思责备他们 他们与他 好像是专为在北平 等着受灵魂的灵池 而升起来的 北平是他们生身之地 也是他们的坟地 啊 也许叫日本人 把他们给活埋了 不过 瑞轩的五毒饼 可成了功了 其老人不想吃 可脸上有笑容了 在他的七十多年的记忆里啊 每件事和每一季节 都有一组卡片 记载着一套东西 一半份 在他的端阳节的那组卡片里边 五毒饼 正和中秋的月饼 与年节的年糕一样 是用红字写着的 他不一定想吃他们 但是愿意看到他们 豪云脑中的卡片 对正一下 而后觉得 嗯 世界还没有变 可以放心了 今天端阳啊 老人没有看见 樱桃 丧事 粽子 和神符 他没说什么 而心中的卡片 却七上八下的出现 使得不安 那么现在呢 至少他看见一样东西了 而且是用红字写着的 一样东西 他觉得端阳节又着弱了 连日本人也没消灭了他 他赶紧拿了两块 分给了小顺子和妞子 小顺跟妞子啊 都用双手捧着那块点心 小妞子乐得知吸气 小顺已经咬了一口才问 这是骨毒病啊 有毒啊 老人叹着气笑着说 少尾蝎子 无功 那都是模子刻出来的 没有毒 瑞轩在一旁看着 起初是可怜孩子们 自从北京陷落呀 孩子们什么也吃不到 过了一会儿 瑞轩忽然悟出了一点道理来 怪不得有人做汉奸 好吃好喝到底是 人生的基本享受啊 有好吃的 小孩子便笑得跟小天使 一般的可爱了 他看着小顺点了点头 爸 小顺从点心中挪动着舌头 你干嘛只点头啊 小妞子怕大人说他专顾了吃 也莫名其妙地问了声 点头 瑞轩惨笑了一下 不愿意回答什么 假如他要回答 他必定是说 可是 我们不能为孩子们的笑容 而出卖了灵魂 没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